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能量的来源了 那接下来我们如何利用这个能量呢 这个能量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 如何地做转换与应用呢 接下来就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能量的转换与应用 要转换葡萄糖成为有用的能量ATP 就需要细胞中的呼吸作用来达成 而呼吸作用包括了有氧呼吸及无氧呼吸 那什么是有氧呼吸呢 例如我们所吃的食物 经由有氧呼吸代谢之后就能产生能量ATP 所以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会觉得很有力气 而无氧呼吸则是常见的发酵反应等 过程中也可以产生ATP 但是同学们知道吗 有氧呼吸或是无氧呼吸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到底为何 在说明这两种作用的重要性之前 同学首先要知道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作用到底有何差别 我想有的同学们应该已经想到了 他们差异是在反应过程中 有氧呼吸是需要氧气的提供 而无氧呼吸则是不需要的 以有氧呼吸来说 而无氧呼吸所进行的电子传递链 以及氧气提供下 再度产生ATP 这整个就是有氧呼吸作用 然而无氧呼吸虽然也可以进行糖解作用 产生ATP 但是却不需要氧气的参与 所以每一个反应中所产生的ATP也就少很多了 然而无氧呼吸对我们的重要性 它是能产生乳酸与纯等物质 以提供我们日常生活所需 那有氧呼吸过程中 ATP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都知道细胞中有一个能量工厂 同学们想到了吗 没错 就是立腺体 当细胞吸收葡萄糖后 在细胞质中经糖解作用 分解后不仅产生少许的ATP 并且伴随着丙酮酸的产生 以及携带高能电子的辅酶MADH 而丙酮酸会进入立腺体中的刻式循环 产生更多的ATP以及辅酶 而这一连串过程中所产生的辅酶 能携带高能电子 触发氧化磷酸化的作用 包括了电子传递和化学渗透作用 既由此氧化磷酸化作用 能产生出大量的ATP 以整个有氧呼吸作用而言 就能产生出大量的能量ATP 所以同学们有更加了解 为什么细胞中的立腺体会成为能量工厂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立腺体中两个主要反应 即刻式循环以及电子传递链 如何产生ATP 首先在刻式循环中 丙酮酸经由乙烯辅酶的作用 会产生柠檬酸 柠檬酸在转化成同物二酸过程中 会使辅酶MAD 变成攜带高能电子的MADH 接着转换成琥珀酸 而产生ATP及辅酶MADH 再产生苹果酸及草素酸等 这些反应过程都会产生 携带高能电子的辅酶 所以同学们现在很清楚了 刻式循环的作用 就是除了产生ATP之外 它的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是 会产生携带高能电子的辅酶 那这些辅酶对细胞能量的产生 有什么作用呢 同学们如果有印象 我们刚刚有提过 立腺体中的另一个反应 没错 就是电子传递链 就是需要这些辅酶的协助才能进行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电子传递链 电子传递链是在立腺体机制中进行 整个反应需要一些磨蛋白的参与 例如磨蛋白1、2、3、4等 这些磨蛋白可以协助辅酶 将高能电子递送 而产生内外磨的直子浓度差异 经由一连串的电子传递之后 最后驱动ATP合成链的火化 就能产生ATP 而高能电子最终的受体为氧气分子 所以整个反应的终结 因为需要氧的参与 就成为有氧呼吸作用了 同学们了解了什么是有氧呼吸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无氧呼吸 无氧呼吸在我们生活中的历史 简单来说像酒精发酵等 葡萄糖可以经分解而产生能量ATP 即浮煤MADH 而它的代谢产物饼酮 则会转换成乙醃 并伴随着二氧化碳气体的产生 接着在浮煤作用下而产生了乙醇 这整个就是酒精发酵的过程 另外一个生活中无氧呼吸的例子就是乳酸的产生 同样的葡萄糖经由糖解作用分解产生ATP 以及浮煤MADH 过程中代谢产物饼酮酸 在浮煤的作用下进行后续的反应 而产生了乳酸 同学们现在对有氧呼吸 及无氧呼吸作用了解了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两个产生能量ATP的反应有何一同 不论是有氧呼吸或是无氧呼吸 像是酒精发酵乳酸发酵等 都是将葡萄糖分解产生丙酮酸 有氧呼吸因为在力天洗中氧气分子的参与 除了ATP以外 产物多为水及二氧化碳 而无氧呼吸则产生ATP及酒精或乳酸 另外有氧呼吸产生大量的ATP 而无氧呼吸则产生相对少量的ATP 在此我们已经介绍了 ATP在生物体中的转换模式 也就是有氧及无氧呼吸作用来进行 例如有氧呼吸会将葡萄糖代谢转换成ATP 而无氧呼吸也就是发酵作用 能代谢葡萄糖而产生较少ATP 而无氧呼吸对我们而言最主要的是 这个过程中可以产生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物质 像是酒以及乳酸等 所以到这里同学们了解了吗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的转换 可以藉由所谓的呼吸作用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所谓的无氧呼吸 也就是发酵作用 来产生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食物食品等等 那这个章节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